2月12号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皇王 也算是上海人吧 他的女儿 50岁的女儿 不幸因车祸去世 好多人发一些悼念的文章 因为这个人其实大多数人不认识 但是她是赵小兰 美国前商务部长 交通部长的女儿 的妹妹 确实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一家人跟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关系密切 都属于民主党的范畴 那就这样的一件事情 今天发生了反转 美国警方认为赵安吉的死亡并不寻常 不是一个正常的车祸应该的样子 认为很有可能是背后隐藏犯罪 这个犯罪调查呢 已经由德州的警察开始执行了 那这件事情 矛头显然指向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的嫌疑是非常大的 而他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投资家 是这个Facebook的第二大股东 这个人的嫌疑非常的厉害 这个豪门恩怨 往往就是这样的 虽然不必操这个吃瓜的心 但是这件案子最终的结果如何 我们仍然保持关注 我们仍然保持关注 不然间接受了